因為人行道拓寬工程 成了北市塞車熱點的復興南路 車流順暢 北市交通CPR三天後 真的比較不塞了嗎 大部分都還好啦 就事工部分比較難跑 因為我原本是開車 可是最近這幾次我都改機車 省時間很多 現在可能是因為反而 有些人提早回去 反而沒那麼塞 江東樹姐民眾稍微感受到了 這些數據直接證明 2月3號北市多數幹道 速率值上升 前三名路段分別是舊中路 加快了45%最多 其次市民大道快了21% 名城西路也快了13% 我們很努力的去維護了 道路的路口的狀況 讓道路的效率變好了 是見景率提高幫助很大 我想這也是一個 很大的重要的因素 舊中政策奏效 路口進攻 嚴格取締為庭 2月1號舉發建數1300多屆 2月3號暴增到2525屆 五個停車擋路的變少了 景率協助功不可沒 出動366位景立與448名 一宵站崗 不管是站崗的地點還是人力 都比去年同期增加 昨天的交通狀況確實改善很多 我們最後收勤的分隊大概提早了 將近有20分鐘的時間 跨去處搶救北市交通 不讓民運持續蔓延 柯市府總動員 希望市民也讓自己過好年 記得陳佳豪 陳英文 台北報導 對於大陸的領域 中間 非常 敬礙